立法院第八屆第一會期各委員會委員在三月一號抽籤 六位原住民級的立委 這個會期分散在四個委員會 原本抽中財政委員會的立委高金素媒 吉利跟其他立委交換 協調之後終於繼續留在審查原住民族相關事務的 內政委員會 立委孔文吉則是被安排在教育委員會 孔文吉強調要修正公事法 選擇到教育委員會 而另外抽中經濟委員會的 有立委廖國棟以及簡東銘 再回到立法院的立委林鄭二 則是在司法以及法治委員會 新科的平地原住民立委政天才 也在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立委林鄭二長期在立法院內是教育委員會 這次回國立院進入司法委員會 是不是跟林鄭二連任第七屆立委後 中途卻因為贈送競選幹部背心涉嫌會選 在兩千年七月二十七號 經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當選無效確定解除職務 但是同一個案件在刑事部分 卻在二零一年七月五號 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卻判林鄭二無罪 為了要消滅冤假錯案才到司法委員會 不過林鄭二否認強調這是親民黨的決定 尊重黨團的安排 黨團也認為我們親民黨團的立委當中要有一個要進入司法委員會 需要能從司法的改革讓我們人民對政府更有信心 本身是醫生也在立法院社會福利以及衛生環境委員會九年的立委廖國棟 第七屆立委最後一年到經濟委員會之後認為要改善偏鄉的醫療資源問題 國家的經濟分配多少在醫療部分很重要 這個會期持續在經濟委員會 還要力拼招委的選舉希望提升偏鄉醫療資源分佈的提案可以儘速排入議程 強調原住民族的下一步要發展的是經濟 國家在分配資源的時候都在經濟委員會開始 比如說經建會 經建會要分配所有的資源 所有的源頭 尤其是對原住民的照顧這一塊 不論是他的醫療 他的部落的建設 哪是將來整個經濟的發展 都在經濟委員會 廖國棟表示以醫療費用佔全國內生產毛額的計算 臺灣只有百分之六點一 低於絕大多數的國家 臨近的日本醫療費用佔了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八點二 遠高於臺灣 廖國棟強調臺灣的醫療支出必須要達到GTB 百分之七點五 才能夠有效改善偏鄉醫療的問題 未來也會在經濟委員會極力爭取 新會期開議 六位原住民級的立委分配到不同的委員會 能不能爭取原住民族的相關權益 原住民族人都在看 接著國務瓦丹蘭阿路撒冷立法院採訪報導 接著國務瓦丹蘭阿路撒冷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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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